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俩小子一贯杀人不眨眼 干这种活不是一侧的 两个人领命离开大厅 摸着哼来到后山 这个太平山的地势 他们就闭眼睛也能摸到了 多少年了 来到关押张作霖的山洞前边 就听有人一拉枪说 快点 我的 哎呦 二位 有事啊 你们在这站岗呢 看这张老嘎子呢 把铁门打开 哎哎 敢不听吗 铁门打开了 东方日出望 后边看了看没人 你们找个地方 先歇会儿去 这没你们的事 不过走得别太远了啊 随叫随到 是是 俩站岗的小匪徒走了 东方在前 日出在后 一拉的铁门 过得 哈德尧钻进山洞 这山洞是半天然 半人工 平时也压人 也割东西 里边晕晨晨 用玻璃瓶子 点的一盏油灯 半明半岸 里边望里头一看 张作霖 在地上的草舵坐着 双臂道险 五花大帮 他们这一进来 张作霖就一愣 一瞅就知道形势不妙 这俩小的乐的 也不自然是皮儿笑 肉不笑 阴森森来到张作霖进前 塞 写得不错吧 还可以 要说三爷您够聪明的 虽然肩膀不够宽 但这几年混得也不错 挺聪明个人 办糊涂事 您说您干嘛上太平山来 您管这闲事干什么 也可能您另有歧途 无力不弃早呢 张作霖就站去 二位 有话直说吧 手都圈子 你们来干什么 莫非要解决我不成 大梁 高 高 三爷眼里不如杀的真聪明 告诉您 你说对了 奉我们大横法之命 来让三爷上西天 三爷 咱们之间可没仇没恨 大概你也知道 我们是上命难危 你死了可别怪我们哥 您哪 别找麻烦 把眼一闭 把这活 我们肯定做得干净利落 不让您受罪 跟你讲动武吧 你可找坤吃了 说着话 这俩小的望前一进身 把张作霖的前心抓住 把衣服就给撕开了 而藏 拽出八寸多长 大囊子 被灯光一照 多人的二物 张作霖已经闭眼灯死 而轮通就听见 哭通哭通 倒卧尘埃 张作霖一击一令 起初这才过什么 二次睁眼一看 东方日出 倒在雪坡之中 在他身后站两人 每人手中也是一把大囊子 绷得满脸都是血 张作霖这才认出来 正是青龙 浑龙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俩暗地下手 解决了东方日出 兄长 我们来救你来了 有话 咱们到平安之地再说 把张作霖的绳子给斩断了 一边一个架着张作霖 是出了山洞 拐弯 奔正东斗 天是黑的 灯火结窝 要是张作霖说什么 也摸不出去 青龙 浑龙 则不然 他们在太平山多少年了 每棵草 他们都熟悉 那位说 这俩人为什么救张作霖 有原因 他们跟张作霖 处得不错 您回顾一下 在前文书 咱们曾经说过 张作霖 为了对付 成大话 曾经到太平山来过 建金兽山 借二十匹马 二十支枪 金兽山答应了 很够意思 这二十个人当中的头子 就是青龙和浑龙 张作霖领着他们 收拾了成大话 目的达到了 敲烛杠 敲出很多很多钱 而后张作霖 为了报答 金兽山 和这二十个人 把自己的宝马 菊花青 那支 咪了根手枪 送给金兽山 把得了这银子 君滩云塞 给了青龙 浑龙 和那十八个弟兄 大伙一看 张作霖 不才黑 真够朋友 够仗义的 所以对张作霖 有良好的厌效 之后 有几次打交道 张作霖 跟这个俩 感情超过一半 而且这俩人 在金兽山眼前 很别扭 咱们也合不来 这金兽山这人 动不动就犯性 翻脸无形 是非打击骂 这哥俩早就寒透了心 想在太平山 拔出腿去 不那么容易 头奔谁呀 谁要啊 又怕被金兽山 逮回来 自讨苦吃 不走吧 实在不愿意在这待着 尤其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金兽山干的什么事 想要霸占田小凤 就不择手段 毫不讲陆林道的议题 这叫什么东西 因此 他们要暴打这个不平 当金兽山 命令东方日出 去杀张作霖的时候 青龙浑龙 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 这哥俩一商议 就打定主意了 咱们就跟着张作霖走 那人够朋友 够交 有他吃的不能让咱们弟兄饿着 咱得救他 利用这机会咱拔出腿去 就这样 杀了东方日出 救了张作霖 当然了 之后 他们弟兄一交心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咱们书归正传 跑到后山去 张作霖这才问 二位恩公 你们这是 哎呀 兄弟 你够交 你这朋友我们交定了 为你 我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咱们弟兄心照不炫了 快走 因为他们倒手洗 就即使有人拦着 有他俩一挡 谁敢来 到了后山 弄了三匹马 发人是飞身上马 离开太平山 风吃电掣一般 就回到田庄台 进门一看 好 田庄台开了锅了 汤二胡 张世飞 田小凤 田的丫头 正在这集合人马 那些弟兄 满身的武装 刚想要出发 张作霖回来了 汤二胡一看 哎呦我的天呐 我的天呐 你卡回来了 我们马上要攻打 太平山呢 我快说说怎么回事 哎 屋里堂 我先给介绍两位朋友 这是青龙 这是浑龙 没有他们 咱们弟兄见不着面的事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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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回事 大伙听完了之后 简直气坏了 好你个金兽山子 你这小子纯粹是捉住了 作霖啊 既然你回来了 这口气不能不出 咱们一定得凭他的太平山 就为田育本田的哥 干脆 你领的干嘛 不 张作霖一百首 各位千万别脑袋热 就凭着现有这点人马攻打太平山 那是笑话 不信 你问问他们二位 青龙 浑龙 也不洗脉了 就把太平山的地势讲述一遍 各位啊 我不是掌金兽山的威风 灭田庄台和各位的锐气 我看院里计核不到二百人吧 我要瞅了瞅那武器 也是残缺不全啊 真正的好快枪 没有五十只 剩下都是老洋炮 大台杆 那玩意管用啊 在这说那马屁也不整齐 平时拉个车干活行 这都不是战马 这要打太平山 是白白的寿死啊 那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那么咱大家商议吧 大主意的张作霖啊 张作霖是左右为难 张世飞说这么办 老高 我给你批个醒 想出气步 当然 想就填的胳膊 那是当然的 既然如此 咱们就耽误两天 我们陪着你 到三界沟青马砍 见咱们老当家的杜老派 借兵去 靠这点人是肯定不行了 张作霖听对 本来不想怎么办 但是事情头鼻子 就得走这步 跟田小凤一说 田小凤也挺为难 哥哥 我跟杜老畔都是牧民 我们没有深交 像这等大事 我是无能为力 全都仰仗哥哥您了 好吧 妹妹 在我们借兵没回来之前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一定要等我回来 懂吗 我明白 张作霖恐怕发生意外 一再的兵鸣 而后 带着张世飞 汤二虎 青龙 魂龙 五个人 五匹马 赶奔翻结构 路上无话 到了 放哨 你看 拔的炮手的头一位 汤二虎 第八位 张世飞 还有张作霖 都来了 后边那两位 虽然不认识 跟他们在一起的 肯定没外人的 大家赶紧应接 汤二虎一白手 算了算了 我们要见老当家的 老当家的都在 这两天还悼念你们的 还回来了回来了 就这样 走进大厅 张作霖算这次 到青马侃来 撕毁了 也可以说 地里挺熟悉了 抬头往上 一看 好 人头真奇 老当家的 杜老派 在正中央坐着 他三个兄弟 杜宝兴 杜宝曾 杜宝旺 在撤坐相陪 青马侃 少当家的 活颜王 杜立三 也在座 在他后头站着 杜立三 过命的朋友 人们都管的 叫参谋长 叫宋庆莲 也在座 还有杜老派 贴身的保镖 人们都管的 叫卫队长 叫王兴元 叶猫子 也在座 张作霖几几个人 这一进屋 杜老派 你看可乐坏了 免须大笑 哈哈哈哈 左脸 哪阵相风 把你刮到这儿来了 过来小大我看看 张作霖倒身下拜 义父在上 不孝儿 张作霖 拜见义父 然后拜见三位蒙叔 又见过蒙兄杜立三 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 把身后的青龙浑龙 做了个介绍 杜老派一瓶 这是太平山的炮手 上我这儿干嘛 问张作霖 孩儿 快告诉我 你混的怎么样 哎呀 老人家 得闲之时 我好好跟您讲讲 总而言之 混的还勉强吧 咱俩俩还能见着 那是自然啊 怎么你们凑在一块儿呢 哎 说起来话常识 张作霖说不全的 张作霖 唐二胡在旁边给做补充 说的太平山青龙浑龙给做补充 在座的人 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 杜老派听完之后 把桌子拍得啪啪之响 我说杜立三 小栗子 听见了 他妈也邪门 我早就瞅这姓金的 不是个物 唯独你跟他交情莫逆 嗯 你这是怎么回事 你听见他是人吗 我们陆林人最反对压花窑 这不是压花窑是什么呢 强霸人家称心 人家不答应就收拾人家 还要把人家哥哥做人质 简直太不动性了 老干了 你的意思我也拼清了 天庄台的人马不多 要想救大当家的田玉本 需要人需要枪对不对 是 我就为这事来的 不过 别不过 咱是一家子 你是我干儿子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说 需要多是人马 多是枪 不行 一会我跟着去 不 你老人家精神大驾 我劳动不起 你也没那币啊 只要能借给我 二百名弟兄 二百匹马 二百支好枪 有足够的子弹 我就感恩不尽了 二百啊 少点 二百五吧 我说啊 王行元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到外边就集合人马 飘的能打的 老绕病残的一概不一样 准备二百五十人 挑好马 二百五十匹 把弟兄们的枪 都检查检查 把硬家伙 都叫他们带着 另外你也变闲了 跟着老嘎子 赶奔天庄台 冰河一处 学习太平山 是 杜老畔真傻傻呀 一句话 兔兔米是个兵 比一切的人士 闻风耳渡 谁连个不那儿 都不敢说 卫队长汪行元 下去准备去了 然后杜老畔一转身 跟杜立三说 小弟子 你也别闲了 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 从哪 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 燕鹿的村镇 给下个通知 告诉周府 马上回避 不要介入此事 就说我们陆林道之中 有一场大火聘 不希望他们插手 在火聘当中 绝不骚扰百姓 绝不给地方带麻烦 下去准备 是 杜立三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 但是爹说了话了 不敢看 也愣着眼角 等等张作霖 损袖子出去 张作霖知道 反正这杜立三呢 不知道为什么 跟自己是二饼 十八万 死不对眼呢 每次来 都在他身上得出点事 在什么时候 我好好跟我这位蒙兄解释解释 我没得罪过你 莫非你别对我好 你吃醋 可我是外部呀 我能怎么的 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 杜老畔吩咐完了 把张作霖拉过来 哈 你可瘦多了 这么办吧 小烈子下通知 得一天的时间 集合人马 再准备准备 也得多半天 你别拉下的 他这什么直挺着 咱俩俩利用这机会谈谈 然后呢 给你收拾间屋 你好好歇歇 养精许锐 然后再去战斗 爹 你想这太周到了 我利用这机会 去给我干娘问个案 走吧走吧 到后面 这个人情不能辣 张作霖见过老干娘 挣大脚 哎呦 老太太非常高兴啊 娘俩投缘 给张作霖拿好吃的 问长问短 张作霖有真有假 都说了 不该说就不能说 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 他没说 那叫杜老畔得挑理呀 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跟我杀影 你成立保险队 你人手够吗 枪支弹要足吗 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呀 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 其实张作霖 早就不服天朝管 不想寄人立下 要干 我自己干 我说了 吃别人的下眼时 瞅别人的颜色行事 那不是紧张的 这话怎么说 所以有真有假 谈了一个多钟头 杜老畔说 老高大 累了吧 到下边歇下了 有话 等平了太平山之后 咱们爷俩再闹着 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 被褥铺好 让张作霖休息 张作霖确实也发累了 那个脑袋嗡嗡之响 跟一锅粥色 他要静静的 把这些事拢一拢 第一步怎么办 第二步怎么办 下步怎么办 怎么攻打太平山 怎么调动人马 那不得合计合计吗 就这样 张作霖回到屋里头 闭着眼睛 脸朝礼 假寝 闭着眼 其实没睡觉 这叫假寝 他在脑子里头想的事 这个时间 过得是真快 两个多小时 张作霖呢 这脑子里头想这些事 也想的 波特林 也太乏了 似睡 非睡 又爱着他静悄悄的 他似乎觉着 有点异样的感觉 尽管有个人走路非常轻 肯定是有人 张作霖慢慢的把眼就睁开了 竖着的停着 就听到房门轻轻的开了 紧跟着 觉着有个人 从外边进了屋 烧停片刻 就见那个人 灭足浅宗 摸到床前 张作霖 从头顶梁的脚心 甩 好 走上 这肯定是对我要瞎家伙 不然的话 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 莫非我就这么等死 都用眼角的余光 你看 床前站个大个 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 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 俩花盖屑 好像靠俩大腕相似 腰里沙子板带 穿青挂躁 手里头 拎着一把鬼头刀 看年纪 二十多岁 不认的 您想 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 来得慌张 走得出忙 那三界沟那么多人 他上哪儿熟悉去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奉谁的命令 来干这种事 说时迟那时快 就见这人把掌中的鬼头刀举过头顶 对张作霖要下 不少 听众朋友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好的 散访 不知 相声 没有